在2005年代,我们就带着很期待的心情去参加。 以前我不喜欢结交朋友啊。 完全没有舞台经验,然后也对唱歌也是一无所知。 其实是我的朋友硬硬拉我来的。 我妈就会说,比个赛选什么练啊这样之类的。 为什么东西这么多? 快点比完,比完再我就可以。 我爸爸妈妈当时是很不赞同我比赛。 不熟悉的人一看到绝对星光不要唱赛,可能就觉得还是唱歌比赛。 与其说像是一个比赛,不如像说是一个旅程,一个旅程。 是一个很充满爱的比赛。 可以一群人一起体验。 有快乐有悲伤。 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多的培训课程。 我觉得那个是突破自己一个极限。 接触老师觉得比较温馨啊,因为像有一个大人在教我。 比较像一个音乐的生活音。 来训练也好啊,来录音也好。 那你会希望,最好这个比赛可以办很久很久。 可以不要这么快到大决赛。 我发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。 家长都来绑对。 到决赛的时候,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孩子举拍啊。 然后也是第一次有朋友来到现场,然后画出我的画像。 很像有粉丝支持我这样。 那时候还十多岁。 我还帮着签名耶。 哇,还丢海报耶。 从头到尾都在哭。 什么好笑的也哭,可以哭到笑。 然后被骂也是不哭。 那时候会觉得累,但是不会觉得想要放弃。 我真的没有试过可以让所有的家人跟朋友。 大家都想祝大家自己不拍什么东西。 一起坐在电影院里面,看自己拍MG,然后说一些平常不是对他们说的话。 我觉得它是我人生舞台的一个开始。 可能我没有参加那场比赛,我也不敢去尝试站上一拜。 其实这个比赛,结束后它不是结束,它只是一个新的开战。 那么辛苦的事都走过了。 然后我觉得我能更努力地克服更多情况。 这个比赛不是跟别人比,是跟自己比。 我觉得我赢得比输得还多。 重点其实已经不是冠决。 我定义这个比赛就是,我不知道明年它会怎样。 但是我知道明年一定会不一样。 对你来自 Hendrik西方的资历。 我们下期再见到这个资历。 你会不会赚好。 Gel论。 我怎么能干。 你会自行。 我会自行的处理。 我会自行的朋友们。 我会自行的朋友。 我会自行的人。 你会自行。 你会自行的朋友。 感谢观看